哈囉大家 今天要來看的是經典杯子蛋糕第一集 聽說這是今年到目前為止 評價最好、口碑最好的一部日本BLG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吧 喔 抽菸 哇 一開始的音效就很有Feel 這就是一個普通人 每天瑣碎的日常 在日復一日的日子裡 徒增歲月 他對那種甜點店有興趣 這是不是要扣題 就是這部劇名是經典杯子蛋糕嗎 但是他不敢一個人去 所以他只要會跟他伴侶一起去唷 什麼事? 讓人家的眼睛 讓人家的眼睛 咦? 我只能不能活躍這個時候 我只能活躍這個時候 我只能活躍這個時候 嘩 主角公來了 圓墨在他面前也比較放鬆 時期的人事 為什麼所有人都在看他 原來是不是受歡迎的上司啊 而且工作還可靠 哇塞 不過雖然你們有可靠的上司 但在工作中這樣議論上司 是不是不太好啊 羽然的母性 好浮誇喔 不爽 果然才不爽 但我這次不爽 他拒絕升遷啊 是什麼理由拒絕升遷啊 他也沒有家庭做了一千塊啊 他的同期都已經做到有自己的辦公室了 然後他還拒絕 拒絕就是任何愛情上的邀約 至少要有點色域吧 很有風情耶 這支煙點的 這支煙點的 那是外穿嗎 啊果然 外穿很關心他耶 是不是 其實對他有意思 對啊 對啊 你看他聽到聯誼就有反應 外穿聽到他去聯誼也有反應 對啊他噴好多 39歲喔 外穿他看野莫這個樣子有點失望 再怎麼說 作為他的下屬 然後也是老朋友 29歲 果然很關心他 希望他好 這支系的對話 比較不是正反達 就是都是這種變焦鏡頭 呦他果然對甜點店有興趣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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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外穿的眼睛 這樣盯著野莫 這個光線斑駁 我外穿真的很關心他耶 你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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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野莫心裡還是嚸往 一些心裡面的火花 一些熱情的 只是他想要的這種感情 比較不是這種 男孩子之間 玩得很High的 他拒絕自拍 他眼神躲避 在害羞欸 他還是按鍵式的手機喔 好老套喔 女神風的事 你也要做什麼 我也是貴賓 哇 蜘蛛劇有很多長鏡頭欸 對話都長鏡頭 這兩個演員的對話節奏把控得很好 他還是拒絕了 哇 外穿真的都在看他耶 那一段是他回想起外穿以前的樣子 是不是當時是野莫拉他一把的 哈哈哈哈 掛人家電話 假裝訊息號不好 誰也會 哈哈哈哈哈哈 原來他是為了要這樣子 所以才堅持著點手機喔 女生女生女生 你還要做嗎 欸 女生女生女生 什麼 好 模仿女生來甜點店 吃一些很少女的精緻甜點 野莫拉他一把女生女生的甜點 那你還要去哪裡 哈哈哈哈 女生們 野莫拉他一把女生的魅力 有什麼問題嗎 真的嗎 野莫拉他一把女生好嗎 突然問這個問題 他抬頭 甜蜜老的話題 野莫拉他一把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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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害怕 一番話直接擠中了他的內心 等到中年開始害怕改變 野莫拉他一把女生 嚇什麼 因爲我關心你嗎 唉喲 沒有趁機表白好可惜 是不是以前他為他說過的什麼激勵的話 可是外川對他情感的這種不說話 果然外川對他情感不僅僅是 不說話 看老話 補充染料增加血清素 這個攝影鏡頭故意不把這個甜點 用最好看的構圖來看 這個時候的野莫看這個甜點 還是有點格格不入 拍照 欸 出發女生給你看老話 我現在沒有在吃 大口大口的吃 沾到這一家 馬卡正直話 呵呵呵呵 我現在沒有在吃 喔果然這是以前 野莫對他說過的話 外川在年輕要畢業的時候 迷茫 那個時候野莫拉他一把 現在野莫快要終年危機了 外川也要推他一把 喔 野莫想起來了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野莫 你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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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下一集 野莫要開始喜歡外川喔 我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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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來越大方的 進入這些 你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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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眼望 第一集看完了 哇第一集 這節奏很棒耶 日劇很擅長的 這種真實細膩 樸實無花 卻也能夠讓人 在尖尖細流當中 感受到 浸泡海浪 天啊好喜歡喔 就是日本導演的這種節奏 真的抓得很好 這齣劇的畫風 雖然是比較偏向 寫實真實的那一種 但是在攝影啊 視聽語言上 不會覺得無聊 對他很多的對話 都不是那種正反打 先take你 然後你說話的時候 再take你 這齣劇就很多是那種變焦處理 我就覺得 喔 倒是眼睛為之一亮 然後對話採用長鏡頭 那這樣子兩個演員的 對話節奏就要把控得很好 我覺得這兩個演員真的做到了 他們坐在甜點店裡面 在那邊吃鬆餅的時候 那一長串對話 如果換年輕一點的演員來演 可能都不會演出那麼多層次 就會讓人覺得無聊 那我覺得這兩個老演員 不要說人家老演員 反正就是這兩位整個演員 真的做得很好 除了對話法控 我覺得這兩個 稍微比較有年紀跟資歷的演員 各種情緒的傳遞 其實都是很準確的 武田航平跟木村達成嘛 我記住他們的名字了 做得好 這齣好劇 我可要好好的珍惜著看了 就下次來繼續看吧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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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